我覺得教會沒有很嚴格要求宣教士 一定要11年 讀完11年之後才出去 大概 讀一年半還是兩年 大概就出去了 我覺得感謝主不需要很厲害 因為我們都會覺得宣教士要多厲害 其實不用的 你只要很簡單 覺得想出去要回應上帝 我相信就可以走出去 我覺得很感恩這次回來 其實我常常覺得 每一次回來一次比一次來的陌生 因為我們的弟兄姊妹一直在編 很多人被拆出去 但是我覺得很感謝主透過參加小組 讓我可以不但跟老朋友見面聊一聊 然後也讓我更多的認識新的朋友 我覺得很感謝主透過這個跑小組 然後就認識很多新的弟兄姊妹 其實那個關係也沒有那麼遠 對 我覺得發現 在基督裡面那個關係就是這麼親密 即便我才認識他而已 但是關係就是這麼親密 所以我覺得很感謝主 那我也謝謝弟兄姊妹 一直在禱告裡面支持我跟嘉玲 在宣教工作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一直堅持到現在七年的時間 所以教會是不是要給我一個安息一年 有沒有啦 休息一年 沒有啦 沒有安息 那我也很以我的教會為榮 我覺得我們的教會是一個不斷給的教會 不單在金錢上給出去 也不斷的把人拆出去 我知道我們的教會有 百分之四十的經費是用在宣教施工上 哇 這個很厲害的 因為有人統計全世界宣教經費 用在未得知名的國家只有百分之一 用在未得知名的國家只有百分之一 平均起來只有百分之一 所以可見一個教會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奉獻 在宣教施工上就已經很不錯了 感謝主 我們教會用了百分之四十的經費用在宣教施工上 所以我覺得感謝主 我覺得我們教會真的是一個宣教的教會 那我們教會也不斷的把人拆出去 我們教會到目前為止應該有五個宣教士 再加亞興六個 然後在三個不同的國家 然後我們也不斷的拆了 這幾年也不斷拆傳道人出去 現在也建立差不多有五個 含UP生命力就有五個開拓了五個教會 那拆出去四個傳道人 然後還有一些被拆出去的弟兄姐妹 哇不得了我們教會很厲害 好不好我們給我們教會一個大大的掌聲好不好 好不好跟你左右兩邊的人說 你有一個很棒的教會 好 我們不單單給我們自己掌聲 我相信這個是上帝做成的 來 我們也給我們的上帝一個大大的掌聲 好 在我分享之前 我先請那個佳玲來分享 佳玲說她是很低調的人 對 但是她每次說她很低調 她每次上來就會分享很久 我的兒子陳光 還有我的女兒陳希 陳光今天去打那個氣彈 跟那個青年人去打氣彈 所以不在這裡 各位姐妹平安 對 我叫佳玲 對 我的個性本身就是很低調的人 但是有時候分享的時候 時間會超過 就變成很高調了 好 大概簡略借我介紹一下 我們是國慶佳玲 然後因為越來越多新的面孔 所以可能你們不認識我們 然後我們是在2006年 2005年10月份去到柬埔寨 所以到這個月已經七年了 感謝主在這個七年的時間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學習 那分享我的學習以前 我有一個小插曲想跟弟兄姐妹分享 蠻有趣的 其實我去年回來 我去年有回來 但是我是存代產 我回來生老二 陳希 那所以 弟兄姐妹在去年曾經看過我 那今年呢 我剛回來的時候 就有個姐妹來告訴我一件趣事 有趣的事 她就說 她跟一個弟兄講說 哎呀 國慶佳玲回來了 然後那個弟兄呢 什麼都沒有問 第一個反應就說 要懷孕了嗎 我就覺得很有趣 她這樣的回答 那想跟弟兄姐妹報告 沒有了齁 下次就是真的 這次真的是純粹回來素質 然後以後也是一樣 純粹回來素質而已 那個我 因為我早期出去的時候 我很想家 所以就會想盡辦法 有時候弟兄姐妹有想過 初期的時候 我連在廚房做菜的時候 我都會夢 因為姐妹在醫療非常的落後 然後我連在廚房做菜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這個刀子 如果說 就這樣落在我的手上 譬如說我被 切斷一隻手指啊 我就可以回家了 我想見很多方法 但是我都下不了手的 然後所以 所以那個我們的眼君哥 她 她就很有趣的告訴我 很簡單啊 你只要每年懷孕 你就可以每年回來 告訴我這件很有趣的事 她有 怎麼樣告訴我 有什麼時候 有什麼樣的辦法 可以回到國內 這是有趣的事 但是沒有了 上帝已經給我兩個寶貝 就OK了 好 分享我在這七年來的學習 我分享後面 因為 真的是時間有限 不要太高調 這兩年來的學習 上帝 上帝給我這兩年來的學習 是很特別的 就是從孩子的學習 從家庭的學習 我發現 因為環境裡面的學習 真的是上帝要提升我裡面 靈裡面的那個軟弱的人 那個軟弱的人 上帝要透過環境來訓練我 特別在這兩年 其實我以為 我可以適應金普在的環境 但是當我一旦進入鄉村之後 我發現 環境 環境會影響到我裡面 那個 我裡面的狀況 譬如說 因為我所住的環境是 是鐵皮屋 然後 是水泥地 不是柏油路 也就是純水泥地 連我的房間都是水泥 那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只好想辦法 怎麼樣改善我的環境 那我只好鋪墊子 房間裡面鋪墊子嘛 那鋪墊子 就會有 鋪墊子就會生水 就會 那個水泥會長出水來的 滲水 那滲水的話 就會很臭 所以我就會很臭 所以我們 就會 只要出金邊 金普在的首度是金邊 只要去金邊 我就要想辦法把那個墊子 拿起來 要不然會很臭嘛 所以 這種環 我就是這樣子日復一日 過我的生活 那 我覺得很感恩 但是我覺得蠻感恩的 因為我 我剛才有提到 我的房間很多蟲 只要能夠飛的 你就可以看到那些蟲 特別是很多的金龜子 那感謝主 我要感謝主是 為什麼呢 因為早期我的兒子 他曾經吃過牛大便嘛 那他現在也蠻健康的長大 然後現在呢 因為很多的金龜子 我的老二 因為他現在會爬 晴夕會爬了 所以他會找那個金龜子 他就會拔 然後起來吃 所以他現在 老大吃牛大便 老二吃金龜子 但是我覺得 因著上帝的祝福 我就會很 就會心情是很放鬆的 我就會 然後問我的女兒說 啊 金龜子好不好吃啊 應該蠻脆的齁 對 就很感恩 那感謝主 上帝很垂聽我們的禱告 我回來之前 我已經搬了一個新家 這個新家呢 在當地算是 不錯的房子 那個所謂的不錯 就是它是瓦片的 不是鐵皮屋的 然後它有窗戶 就不再人不喜歡有窗戶 因為怕有小偷 然後也怕會有 所謂的鬼來 所以他們沒有 就是盡量全部封閉是最好的 所以但是我禱告的房子 確實有 有窗戶的 然後這是我跟神禱告 主啊給我很大的庭 他們跟他們 他們父子禱告的 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庭院 所以我們家的庭院真的很大 大概多少 五十米 大概有五十米 五十米 對 所以你們以後 你們到我們家來的時候 麻煩請打電話 我幫你開門 那我們未來那個庭院呢 會種一些 幫助當地人的一些職務 然後呢 所以我很感恩 其實在那個環境裡面 你上帝知道你的 你的那個飽和度有多少 所以就好像今天 我覺得上帝今天 再度的透過早上的敬拜 讓我覺得 重新去看見 我所看見的 不要常常去看見 那個難處是什麼 不要常常把我的難處放大 而且要把上帝放大 我覺得很感恩 上帝讓我 在那個難處裡面 不斷的熬戀我裡面那個靈性 其實我不斷熬戀我 然後我要特別要分享 其實我未來 我會再度面臨一個挑戰 就是教育的問題 呃 陳光他已經現在已經是六歲 呃五歲 呃 框滿五歲了 那未來 我們的教育 呃 不會採取 不會送他到 金牧寨的學校 我們會 把光光 呃 我們可能採取自學 在家教育的方法 那有人會問我說 為什麼你們 不送到當地的學校 那我們其實有考量 就是 金牧寨的學校很特別 他們現在的 一般的教育程度沒有那麼好 就是他們的水平還沒有 還沒有那麼高 所以小孩子 小孩子不會有課 什麼課本 我們到學校不是有課本嗎 他們沒有課本 就是帶了自己一本筆記錄 然後到學校老師抄什麼 你們都抄什麼 那比較低年級的呢 就帶那個小黑板 我們學校那個小黑板 它是縮小板的 然後放在書包帶去學校讀書這樣 然後呢 老師更特別 就像 金牧寨老師更特別 就是 收割的時候 他可以不要來 他可以請假 種田的時候 他可以請假 那呢 小朋友 如果說誰 當我收割的時候 小朋友來我家 來我幫我收割 他可以加分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可能就有些考慮 那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 所以金牧寨老師愛來不來的 愛來不來 當孩子們到學校的時候 才會發現 老師今天沒有來 就是老師會寫在黑板上說 今天他請假這樣 所以 我們都傻眼了 金牧寨目前的教育是這樣子 所以 然後 這過程就有一個很有趣的事就是 因為我現在會 教觀光一些 我可以教他的 那我回來之前就 就是 有一餐每一餐的教觀光這樣 所以他有一天就跟我講說 媽咪 你為什麼越來越像金牧寨的老師了 哈哈哈哈 愛教不教的 對 所以請問 第一順便為我們禱告就是 未來我們可能採取家家教育 那在這一環上 其實我們很有限 因為 所謂有限是 我自己是一個 不是很有耐性的人 所以 可能在這一環很缺乏 所以我就很沒有信心的 把孩子能夠 再完成這樣的教育 那還好 神給我一個很有信心的老公 好 他 所以我就非常的仰望他 哈哈哈哈 但 沒有啦 他是第二個 我要仰望的是神 我知道上帝 居然把我放在那個環境裡面 他一定會完成他手中的工作 我覺得 很感恩 我覺得 有一位這樣的人 支持我的神 那我現在贏上的就是那一份信心 堅定的信心 對 這是我未來所要學習的一份功課 那請弟兄姊妹為我們禱告 讓我們能夠面對這個新的挑戰 能夠一關一關的走過 因為我知道 從前上帝怎麼搭救 怎麼救國慶 因為他 早期 我們剛去的時候 他差點 差點死掉 上帝 因為他得瘧疾 然後吐血 然後 差點死在柬埔寨 但是我知道上帝那時候怎麼救他 如今怎麼 人要救我們 特別我再分享一下我的女兒 其實 在疾病上 我覺得上帝不斷在操練我的信心 我的女兒 在他兩個月的時候 兩三個月的時候 他有一天哭 突然就黑掉 整個都黑掉 那因為他 因為在他哭之前 我在忙 所以我沒有理他 然後國慶他哄不停 他很喜歡哭嘛 他哄不 他停不下來 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他要來找我 因為我在忙 我也沒有理他 後來他就哭到整個臉黑掉 然後 沒有呼吸 然後我嚇死了 然後我第一個念頭 我第一個想過就是 耶穌啊 然後 然後我想到我媽媽告訴過我 就是當 當人沒有呼吸的時候 叫他按那個人鐘嘛 然後其實我本身是沒有護理的 但是在那種情況下 我救不了他 因為 我想要 我還要幫他吹氣 你知道嗎 可是我不曉得怎麼辦 我就一直幫他按 一直幫他按 他一直哭 然後整個黑掉 然後我就一直拼 我們同工就一直拼命為他禱告 後來他醒了 然後 因為我醫療資源很少 我不曉得 我在鄉下嘛 我找不到醫生的 然後 但是過後 他又恢復成一個 可以活蹦亂跳的孩子 後來我想說就沒事了 沒有想到下一次 隔了一兩天又發作了 然後又是同樣的情況 然後我又趕快 除了禱告以後 我就趕快把他 因為那個我們這個 到人鐘可以刺激呼吸 然後我就拼命的按 後來我發現 他過幾秒 30秒內 他又恢復 恢復成 就是現在這個樣子 要不然他這個之前就是整個 翻白眼 然後整個臉都是黑的 後來我們就通知教會 為我們這個禱告 然後我們就找資料 後來我因為 我本身是護理的背景 我就想說這個孩子 是不是有一些 有一些症狀 我就跟阿瓦說 是不是所謂的秉襲症 秉襲症就是屏東的屏 但是他是唸諧音 他叫他唸秉襲 襲是作襲的襲 他的情況就是 我們就上網去查資料 果然被我查到就是 他的情況就是 這個孩子他可能 他說他所描述的 是可能這個孩子 他本身心機比較重 他在這裡我講三小聲點 孩子心機比較重 他很小但是就很奇妙喔 因為他引起我的注意 引起爸媽的注意 所以他就會有這種情況 就是哭到沒有呼吸 然後眼睛發黑 就是上 就是眼睛翻白眼 然後沒有呼吸就會發黑 整個發寒這樣子 然後你要幫他做的就是 按這個地方 人中的地方刺激他呼吸 然後要一直叫他 要一直叫他 然後其實我在有幾次 前幾次 他到目前發作六次 我覺得很感恩 我手指頭 只有數到六次而已 我很害怕 早期我很害怕 然後後來 我終於找到資料 我才知道這個孩子 我可以怎麼幫助他 那我覺得很感恩是因為 透過國慶他之前 上帝怎麼救他 我知道 我在那個環境裡面 上帝的手一直介入在我的裡 在我們的家庭裡面 所以我回來 我這次回來會帶我孩子去檢查 因為秉息症的孩子要 要秉除除了心臟的問題 或是肺部有問題 其他的話其實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他就是這樣的個性 所以只能為他祷告 那他們有的做一個比例 就是三歲以後 就是三歲以後 就會好一點 孩子就會好 就會好了 因為 所以我就很感恩 我經歷了國慶的生死 然後再加上孩子 這個孩子 在那個環境裡面 讓我很擔心 擔心之下 我經歷神的那個豐富 所以我很感恩 在這段期間這兩年來 上帝讓我有另外一個學習 孩子的學習 孩子未來的學習 現在的學習跟未來的學習 我相信上帝會帶領我得勝的 因為我剛才提到 上帝要完成他自己手中的工作 那請你們為我們禱告 那我 我一直 所以我明年還有另外一個名字 所以去以後看到我 不要叫我嘉玲 我明年的名字叫做勇敢 我姓陳 我叫陳勇敢 對 我需要有一個勇敢的心 去面對每一樣的挑戰 因為 每一樣的挑戰 在那個環境裡面 對我來講 這是新的 那 我很希望上帝給我一個勇敢的心 去面對未來 所以也 請你們舉起你們的手 大人的手 為我們在前方禱告 然後 我們同等 我們會同等 我們會同得 同一個獎賞 所以很簡單的 只要舉起你們的手 我們的獎賞都一樣的 好 謝謝各位 然後祝福你們 透過今天國慶的分享 讓你們在宣教這一塊上 有多一點的認識 然後也跟我一樣 有多一點勇敢的心 踏出那一塊腳步 就像這些媽媽們 那個美花姐 郭玉 蛤 麗花姐 她曾經來過錦埔寨 她們都來過錦埔寨 我相信你們也可以的 所以 祝福你們在今天所聽到的 謝謝主 謝謝主 好 雖然今天很多的風浪 我覺得看見上帝的手 從來沒有離開我們 那其實我上去查那個資料的時候 嬰兒屏襲症 然後 那個 那個 有一個媽媽就問醫生這種病 這種事怎麼辦 那個醫生就說 你不要惹孩子生氣就好了 我說小孩子 我惹他生氣 意思就是不要讓他哭得太厲害 感謝主 我覺得 日子如何 力量就如何 OK 我們一起來看一段經文 在真言書29章18節 好 我們一起來讀這段經文 真言29章18節 預備 請 沒有放 我這裡放 好 從來 從來 一起來 預備 請 沒有意向 營救方式 為人手 平方的 便會有 好 我們再念一次 一杯 請 沒有意向 營救方式 為人手 平方的 便會有 OK 好 我今天要分享一個主題就是 意向 與放式 這段經文講到說沒有意向 明 就怎樣 放式 好不好告訴你旁邊的人說 放式 你不要正經罵他 不要正經罵人 好 OK 所以這段經文講到說沒有意向明就放式 對我們基督徒來說 通常意向是指什麼 放式 不是 意向通常是指什麼 夢想 可能 這是上帝給我們的夢想 可能是神 神要我們終其一生 要去完成的一件事情 我們知道戴德森 你們聽過嗎 他是 中國的一個 去中國宣教的一個宣教 英國的 宣教是去到中國 他 真的是最後死在中國 我看見 戴德森是我的英雄 其中一個英雄 我看見他真的是 愛中國愛到一個地步 他講到說 他有一個名言 你們可能有聽過 他說 我若有千磅陰莖 中國可以全數之取 我若有千條性命 絕對不留下一條給中國 他愛中國人到這種地步 他願意把他所有的給出去 那我們有聽過德雷沙修尼 他一生埋在印度 對不對 一生 活在窮人的當中 然後最後 印度 當德雷沙修尼過世之後 印度 史無前例的 為一個信耶穌的人 辦國葬 一個信耶穌 印度我們知道是佛教徒很多 但是他們卻為一個 信耶穌的人 舉行一個國葬 所以可見他們的影響力 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看見他們真的是 終其一生完成上帝的 所託付給他們的一個意象 好 所以如果意象 要再解釋清楚一點 應該是神給個人或者是教會 一個很清楚的感動或者是夢想 每一個基督徒應該都要有一個很清楚的意象 跟夢想 然後這個意象 這個夢想應該是從神來的 好 所以我要問在這裡的每一個弟兄姊妹 神給你的意象是什麼 神給你的夢想是什麼 感謝主我們的教會是一個 一直都很有意象 很有夢想的一個教會 你們知道教會的意象嗎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教會的意象 我們一起來讀教會意象的宣言 好 好 沒有人解釋過這段意象 但是我相信應該是就照字面的解釋 依靠神的大能 就是我們可以藉著上帝的大能去做福音工作 然後服侍世上人 就服侍還沒有信耶穌的人 三代生養真門徒 我們要一代一代的生出門徒出來 然後四方連結大團結 大團結 就是我們這個耶穌亞團隊 然後五股五動普世宣教 就是宣教的工作 所以我們看見我們教會 是一個很有意象的教會 但是我服侍的柬埔寨人 大部分的人是活在沒有意象的光景裡面 所以我如果問一個柬埔寨人 你有什麼夢想 幾乎沒有人可以回答我這個問題 然後他會覺得 你這個問題根本就不是問題 如果連我們基督徒也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那我們可能就很有問題了 好 所以我們剛剛讀那段經文講到說 沒有意象的名就放肆 好 那放肆又是什麼意思呢 放肆可以怎麼解釋 隨便做 亂來 亂來 沒規矩 胡作非為 那 我們就真的是發現 當人沒有意象 的時候 沒有目標的時候 沒有夢想的時候 人就是活在 没有一个遵循的环境里面 其实在柬埔寨 就是这种光景 柬埔寨偷窃抢劫的问题 是很普遍的社会问题 在柬埔寨通常 到了晚上的时候 会把车子或者摩托车 就会放进家里面 一定会放进家里 不会放在外面 台湾不会啦 台湾大部分车子都是放外面 放外面没有问题 但是柬埔寨一定要放到里面 就算你放到外面 也一定要有人守着 否则你会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你会看见你的摩托车不见 然后你会看到你的车子 车子当然不会不见 因为他们小偷开钥匙的技术 还没有很成熟 可能还要再等几年 但是你会发现你的车子的四个轮胎会不见 所以柬埔寨偷窃是很厉害的 那柬埔寨抢劫也是很严重的问题 常常有时候 白天的时候都会有人被抢 那我记得我曾经分享 我们有一对宣教士夫妇 香港来的 他们有一次从金边回来 然后中途就被载徒乱下来 然后就拿着一把菜刀 就直接砍下去 然后砍他的额头 然后就砍下去 然后就把他所有的 他身上的钱 他的笔电 他的手机全部抢走 哇 我们那对宣教士夫妇真的是很惊 真的是因着这个事件很惊吓 我们也都很惊吓 哇 什么这么厉害 柬埔寨 还好不是拿着枪 其实柬埔寨枪戒是很普遍的 去商店的时候 你会看见商店的门口 会挂一个牌子 上面写一个镜子标志 然后上面 镜子什么 上面一个枪的图案 就是请勿带枪戒进来 进来餐厅吃饭 所以 所以我们发现 柬埔寨的治安真的是很不好 一般的商店 大概五六点就打烊 那再晚一点的 大一点的商场 大概八九点也就打烊 所以其实柬埔寨 没有所谓的夜生活 对 治安实在是太不好 那在柬埔寨呢 婚前性行为 婚外情也是很严重的问题 也是很普遍的问题 那家里有一次就跟 他的我们的邻居的一个年轻的妈妈聊天 他那个妈妈跟他聊 然后这个年轻的妈妈就聊到他先生 他说他看到 他有一次在村里面看到他先生 牵着一个女人的手 然后这个妈妈呢 也没有立即的去追问 他的先生 一直等到他先生回来的时候 才问他说 你跟那个女人是什么回事 然后他先生怎么回答 他先生说 没有啦 睡好玩的 讲这样 意思就是说 我跟他只是玩玩 不是认真的这样 但是更压抑的是 那个太太的反应 他的太太反应 说 玩玩没有关系 你不要到时候 给我带一个孩子回来 哇 我跟家里听到 都只差点没有昏倒 好像这种事在 柬埔寨是很稀鬆平常的事情 嘉玲常常跟我说 他常常跟我说 如果你在外面有女人 你就只有一条内裤可以带走 我会想到那个画面 就蛮凄凉的 只剩一条内裤可以带走 所以各位男人 不要犯全天下男人会犯的错 这句话不是很正确 把所有男人都拖下水 但是我们的确要留意 留意不要落入到 那个情欲的事态里面 所以没有意向民就放肆 这段经文把人性表达得很真实 尤其在柬埔寨 就是这种光景 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你要过一个怎么样的人生 你要过一个放肆的人生 还是你要过一个带着意向 为主打一场美好的仗的人生 我们再看刚刚那段经文 这段经文说没有意向 意向这里又翻译成什么 末世 这里又翻译成末世 意思就是说 意向就一定是从神来的 我们的梦想一定是出于神的 如果我们的梦想不是出于神 那个就只是我们的野心罢了 你看希特勒也有梦想 宾拉登也有梦想 但是呢 他们的梦想是建立在 他们的野心而已 所以我们的梦想 我们的意向 一定要建立在神话语 这个基础上面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我们要实现 我们的意向 也的确会面临 很多的困难跟挑战 赵雍基 曾经在他的一本 第四度空间的灵性 这本书弟兄姐妹 应该都有看过嘛 他还有讲到一句话 一段话我觉得 这段话讲得很好 OK 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 好不好 预备 请 经历过试炼和苦难的人 才能够使梦想成就 经历过试炼和苦难的人 才能够使梦想成就 我真的是可以在这里做见证 宣教这几年 我跟嘉玲真的是经历到很多的 试炼跟苦难 这个也是弟兄姐妹所知道的 但是我发现 每一次的试炼跟苦难来到的时候 都让我跟嘉玲 更增加对上帝的信心 也让我跟嘉玲更懂得要去倚靠神 我觉得苦难反而带来 对我一个很好的帮助 就是要去倚靠神 那我在柬埔寨曾经有过 很灰心沮丧的时候 在服事上 就是我们本地同工一直不断的流失 那我们知道 弟兄姐妹知道 我曾经分享过 我们有一个意象 就是海星计划 就是我们希望将来 要在没有教会的乡村建立教会 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 很清楚的意象 但是我们发现 我们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留不住同工 本地人 因为我们希望说 如果这个意象要成就 就一定要训练本地人 将来他们可以把他们拆出去 但是我们就是一直留不住 本地同工 这个是我忙灰心沮丧的一件事情 那 我记得我们在乡村 曾经早期有四个本地同工 跟我们一起服事 然后有一天就有一个同工 突然不告而别 他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没有告诉我们 他就离开了 然后那段时间 我跟佳玲很难过 因为那个同工 是我跟佳玲 在SCM 带的学生 我们跟他感情很好的 但是他就不告而别的离开 哇 心情真的 那个时候 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真的是心情非常的低落 那之后我们的同工又陆续的离开 有一些同工就又陆续的离开 最后剩下一个姐妹 一个姐妹跟我们一起服事 那我就想说没有关系 我们继续在努力 所以我们又开办了 侍奉训练学校 训练当地的年轻人 那有一些年轻人毕业之后 也跟我们一起服事 一段时间 但是之后又陆陆续续的离开 离开服事上帝 那连跟我们一起服事 最久的一个姐妹也离开 最后就只剩下一个 跟我们一起 信主大概不到一年的一个弟兄 跟我们一起服事 那段时间 我常常晚上的时候睡不着觉 常常晚上的时候人是醒了 我就问上帝 我问上帝说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在这里做什么 然后我也反省说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我没有做好的 或者是我忽略了什么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真的是不知道 要怎么样继续做乡村的工作 但是感谢主 我觉得很感谢主的是一件事 就是我没有选择放弃乡村的工作 因为上帝都没有放弃这些人 我什么可以放弃他们呢 所以感谢主现在继续留在乡村服事 好一直到现在 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好 弟兄姐妹都知道 我们发展了那个五爪海星的饰品 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弟兄姐妹真的是很踊跃 支持我们的产品 我觉得透过这个椰子壳产品 我们的功能也越来越稳定 好不好 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透过这个椰子壳饰品的工作 我们现在有九个本地同工 跟我们一起服事 他们也都很稳定的 跟我们一起服事 这是我们很感恩的 我们一起看那个 对 这个影片 刚刚有弟兄姐妹看过了 对 这个影片 因此又让我们一起服事 不应该 不应该 那我記得我曾經分享過在金箔寨 年輕人尤其是男生不容易找到工作的 那所以一般的年輕人除了在農忙的季節以外 其他的時間都是閒下來的 所以他們就打球打排球 不然就是踢足球 那都是賭博性質的 贏的那一方就可以拿錢 所以大人讀年輕人讀小朋友也會讀 不然就是打排 月亮 緊急頓 颜子壳是我们从市场买来的 所以现在我们的产品也发展了越来越多款项 除了钥匙圈 手机钓示项链 也有发夹 发箍 还有挂钟 还有灯饰 那我们这个工作95%都是用手工的方式去做的 Jerimie Lin 通常本地人要学这个技术大概要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他才会出师哦 才会做的 聚的很好的 这一对夫妇是在家里做的 他们可以在家里做 他们家没有电 但是这个工作是可以做的 因为他不需要电了 那这一对姐妹是在我们开拓的另外一个省份 去年开拓的一个省份 你好 会讲中文 我教他们中文 所以讲的不是很标准 那我等一下会特别讲这个弟兄的 MRIPP 未经许的 我们会尊重 因此 我们已经都没在家里面 然后我们你们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 然后我们也在家里面 我们特别格 也不知道 我们在家里面 我今天使用 我今年十七歲 他應該十八歲了 真的是半年全才 他來現在一個一個一個多 一年多 他來 他來很感謝主 以前找工作真的是很不容易 但是感謝主可以有一個工作是 可以離家很近的 不用到很遠的地方 大家好 他叫帕 他來工作也一年多了 他也是覺得找工作真的是很不容易 但是他很感恩他有工作在這裡 那這個弟兄呢 他的眼睛有問題 他的視力範圍只有在一公尺到兩公尺左右 兩公尺以後是看不到的 是模糊的 但是很感謝主他 我們當初邀他來 請他來工作的時候 他很害怕 因為他從來沒有工作過 也沒有離開家裡很久了 但是很感謝主他來這裡 我們從很簡單的工作給他做這樣 他現在也做得很好 他就讓他有工作 他有花錢 你這樣怎麼搞的 你這樣怎麼搞的 感謝主 我們離開的 我們離開祝福 那平常他们跟我们一起工作以外 周间会有时间我们会一起去探访 去关心村民 每个月 每个月 每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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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护着着眼督尽留下你 哈喽 大家好 我叫Colly Fish 来自台湾的台北基督之家 我目前在柬埔寨的工厂服务 欢迎你来买我们的产品 请 哈喽 大家好 我叫阿娃 我叫Linda 这个是我的儿子陈光 这个是我的小女儿陈希 我们是台北五谷礼拜堂拆来的宣教室 这个影片是我拿去各教会 我们有一件事想对你们 这个就要请我们的观光来说 我们来买我们的产品 我们在帮助很多人喔 我们在帮助很多人喔 他是我们很好的特效人 你称赛作主耶稣 进入生命 EVERY SONG EVERY SONG EVERY NATION EVERYONE 真心承受耶稣进入生命 在这世界每个角落 换你来到你所见 真心承受耶稣进入生命 OK 好 我觉得很感谢主 我知道弟兄姐妹很支持我们的产品 很多人踊跃购买 是不是现在每次受到礼物的时候 就是那个五爪海星 每次说到又是椰子壳产品 但是我知道 弟兄姐妹真的是用心支持我们 那我也很感谢思惠 他真的是尽心竭力在帮我们做这一块 我发现他真的是一个超级业务员 帮我们到各教会去买人 长老教会他都可以打进去 好不好 我们给思惠一个大大的掌声 他在后面 那因着这个工作 我们去年有点亏本 有点亏 但是今年我们开始赚很大 今年我们的营业额到目前为止有五十万的台币 然后可能会突破到六十万到六十五万左右 哇 我就觉得很感恩上帝透过这个椰子壳工作 来祝福金木寨的弟兄姐妹 那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养九个本地工人 那他们不单跟我们一起工作 也跟我们一起去服事去传福音 我觉得这是很感恩的 那我刚刚提到那个弟兄 那这个弟兄 就是最后剩下来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弟兄 因为很多童工都走 那今年六月我们就案例他成为我们的本地童工的领导 他姓祖大概到现在 跟我们一起工作两年半左右 那姓祖大概两年的时间 所以他是我们团队里面 跟我们一起服事最久的一个童工 这个弟兄其实很奇妙的 那这个弟兄刚来跟我们一起服事的时候 他非常害羞的 跟我们去探访之后都不太敢说话了 那感谢主现在很不一样了 现在很多的工作是我以前做的 但是他现在都可以做 比如说去探访啊 比如说带小组啊 或者是带村民茶经啊 或者是带儿童的聚会 现在他都可以做这些服事 以前害羞 但是现在他因着 我觉得上帝一直不断地改变他的生命 现在很勇敢地去服事上帝 我觉得这是很感恩的 那我们这个工作 无所海星也只可这个工作 是大部分的工人是采论见记仇的 因为坚不在人不像台湾人 这么勤劳的 华人是有名的勤劳 但是坚不在人不是 工作不是很勤劳 他也不会很积极 自己要很努力地做 他就会慢慢地给你做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怕工人工作不认真啊 我们就论见记仇了 那只有这个弟兄是领悦心的 那但是这个弟兄他虽然领悦心 但是他比那些论见记仇的弟兄姐妹 还要勤劳工作 我就看见他真的是一个忠心的人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这个弟兄真的是认定 耶稣是他的神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对坚不在人来说 认定耶稣是他的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发现坚不在人有很多被撒旦蒙蔽的 他们从小的时候就被灌输那种 对基督教很错误的思想 所以从小就反对基督教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样子 但是这个 所以我们在坚不在服事 要带人觉智很容易 但是你要带他真正的相信耶稣 跟随耶稣 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通常要花到两年三年 甚至更久的时间 才会看见一个人的生命 慢慢的慢慢的有一些的改变 所以我们在坚不在服事里面 在服事 在坚不在服事 我们如果看到这个人的生命 有一点点的改变 哪怕是很小的改变 我们就会很兴奋 我们就会很感谢主 那这个弟兄呢 他有一个女朋友 交往一年左右的女朋友 然后 我最近才知道说 他都还没有告诉他的女朋友 他是基督徒 那我就鼓励他说 你要告诉你的女朋友 你是基督徒啊 然后传福音给他 因为圣经里面讲说 信以不信不可同父于二 然后最近他有一次就 很忧愁的来找我 他就跟我说他的女朋友 反对他信耶稣 然后他的女朋友的妹妹 也反对他的姐姐 嫁给一个基督徒 然后他问我该怎么办 然后我就 我就跟他说 我只跟他说 你觉得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要自己去做决定 你要自己去做选择 我只跟他这样讲 然后第二天之后 第二天 来工作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已经跟他的女朋友谈好了 我就心里面想说 这么快 然后我就问他说 那你怎么跟你的女朋友谈呢 他说他跟他的女朋友讲说 如果你不满意我信耶稣 那我们就只好分手 这样子 我就心里面想真的还假的 因为在柬埔寨 因为在柬埔寨 很少人 会立即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 要不然就是选择放弃信耶稣 但是我觉得很感恩就是 这个弟兄他愿意 跟他的女朋友说 如果你不满意我信耶稣 那我只好跟你分手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的女朋友怎么反应呢 他的女朋友听到他讲很生气 就挂电话 然后到那一天 他来找我的那天早上 他的女朋友打电话来 在电话里头一直哭 然后他女朋友就跟他说 为什么你要这么快 就做分手的决定 然后我这个同工 他就借着这个机会告诉他 他为什么要信耶稣 然后就传福音给他 然后带领他觉知信主 我就真的很感动 这个弟兄他可以这样的 真的是认定耶稣是他的神 我觉得在柬埔寨是很难得的 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为当你在柬埔寨信耶稣 你会受到很大的逼迫的 无论是你的家人 或者是你在村里面 都会有很多人排挤你 但是我觉得这个弟兄 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是我们这些宣教士都感到很欣慰的 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找 这样的平安之子 在柬埔寨 所以感谢主 新起本地人 对我们团队来说是很重要的 因为要看见本地人是可以承接 宣教士的工作 不是宣教士一直在做 我们希望是本地人 可以来做福音工作这样子 那我们也发现说 虽然有很多的困难跟拦阻 很多的挑战 但是我相信 这是我们要成就这个意向 所要经过的一条道路 就是一条必经之路 面对困难 面对挑战 是一条必经之路 所以弟兄姐妹 只要我们有清楚的意向 有清楚的使命 并且很清楚知道说 这个意向是从上帝而来的 然后一步一步的 坚持到底的去实现它 我相信这个梦想 不会只是做梦而已 我相信一定会看见 有一天它会成就的 阿妹吗 所以你打算怎么样过你的人生呢 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意向 没有梦想 我们可能每天一回家 就打开电视 吃饱饭就打开电视 然后看偶像剧 然后看综艺节目 要不然就是我们打开电脑 毫无限制的上网 玩线上游戏 上Facebook 现在很流行的Facebook Facebook很厉害 我生日那一天 我也没告诉 谁我的生日 但是那一天就 有一大堆的祝贺祠 给我 很厉害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常常会浪费在这些 没有必要的事情上面 但是我不是说 我知道在这里很多弟兄姐妹 给我祝生日快乐 我不说那件事是没有必要的 我是说 浪费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上面 所以如果我们的人生是这样子 就好像那个 摩西在诗篇里面所说的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 好 预备 请 好 从这段经文我们知道 我们的年日是很有限的 与其放肆的过一生 还不如带着异象 为主打一场美好的仗 我知道我们教会 其实还是有很多人 对宣教是很有梦想的 这些 对宣教很有梦想的弟兄姐妹 我在这里要跟你们说 不要再做梦 我的意思不是说 你不要想我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是 不要只是做梦而已 要有实现梦想的勇气 好不好 我想知道一下 我记得有很多弟兄姐妹 是对宣教有梦想的 或者是你曾经有梦想 但是不敢出去的 有没有 举个手让我们看一下 勇敢的举手 有喔 那边有 崔刚哥的举手 那边很多 对对 好 好不好我们告诉那几个人 你要勇于实现你的梦想 好不好 你能看到谁举手 你跟他讲一下 好 我再总结我今天分享的 我们要过一个有意象 有梦想的人生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个意象一定是必须处于神的 如果我们人没有意象没有梦想 我们的人生就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 放肆 所以 很重要的 我们要活在上帝的意象里面 但是我们要成就这个梦想这个意象 我们就一定会经历到很多的困难跟挑战 很多的试炼跟苦难 但是 这是上帝 计划的一部分 也是成就梦想的必经之路 好不好 最后我们来看 我们再看一个短片 我就结束今天的分享 好 这个短片呢 在讲一个 一个 一个人 一个老师 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老师在 这个影片在讲一个小学的老师 他到一个乡村里面 一个非常偏远的乡村里面去教书 这样 因为他发现那个地方 没有 有学校但是没有老师 很多的小朋友 所以他 他就决定 自愿要去那个很偏远的乡村里面去教书 这样 然后这个 这个影片就在讲 他死后所带来的影响 很短的影片二到三分钟 来 我们一起来看 那天台关来了一百多个人 听村长说 他们都是父亲的学生 他们知道了这件事情 就都赶来了 有很多人都是从外地赶回来的 也有从市里坐着小车来的 村长说 最远的有从广州赶过来的 还有几个人被风雪捂在了半路上 没有来得及 来的人大部分我都不认识 有的人比我大得多 不 我不知道他们都是父亲哪一年的学生 也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他们 村长说 反正都是骆先生的学生 生子 连钱还给你吧 咋能都不要了 不能说好了对吧 来的人都不要 不是让他钱雇的人也不要 你就一分钱也不要 那我们知道 华人通常都要入土为安 就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 那他们也是 因为这个老师死在城市 那他们就必须把他们的遗体 送到他的故乡里面去 那当时他们有一个风俗就是 当他们人死之后 死在异乡的时候 要把遗体载回来 不可以用车子载的 是要用人台的这样子 所以他的儿子那天就请了一些人 几个人来帮忙台关 但是那天来的不止这些他请来的人 很多他爸爸的学生 不知道好几代的学生 好几年级的学生 很多人都来 一听到他们老师过世 很多人就陆陆续续的来 为了要陪他走这段最后一程的路 走 我来啊 去吧 去吧 好 不知道他們走了幾天了 好 各位弟兄姊妹 當一個人很清楚他的意象 並且活出他的意象的時候 我發現就帶來很大的影響力 就像這個老師一樣 那弟兄姊妹有沒有想過 你死後你要留下什麼 你希望人在你的木字名上寫上什麼 你希望你死後 人怎麼樣幫你辦你的追思禮拜 好不好 我們一起來思考這個問題 讓我們的人生不是留下空白的 是可以被後人紀念 我們所留下的 是可以延續到我們的下一代 甚至好幾代 好不好 我們彼此勉勵 我們一起來禱告 我們一起同聲開口來禱告 求神讓我們真的是可以有從神來領受的清楚跟意象 讓我們不選擇一個放肆的人生 讓我們真的是一生就走在上帝的意象裡面 並且活出這個意象 求神帶領我們 即便在這個意象的過程 成就這個意象的過程裡面 我們會經歷到很多的困難 很多的挑戰 但是求神幫助我們 真的是因著這些困難跟挑戰 讓我們更加的成長 讓我們更加的去依靠我們的上帝 好不好 我們一起同聲 為我們自己來禱告 呼籲 還是可怖 завbus 詞